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子东分析师 那今天我会特别一个人 在摄影棚录这一集的影片 是因为你现在看的是 我们运通财经台的频道 那你可能会先看到 我今天的解盘节目 就是平常我们会在电视 也在这个频道放送的 每天的解盘 那当然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一档股票 我在摄影棚我是没有讲完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棚 我们把那一档股票 3596的致意 也把它讲完 那如果你是没有看过 我那集的节目的话 你可以先去看完之后 再过来看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重点 那近期我们还是先推广一下 如果投资人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扫描我们的QR Code 或者是直接用搜寻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的LINE官方账号 那最近呢 我们也在做Podcast 你可以搜寻获利东 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节目 来我们往下讲 这段期间 我们先从一个大方向先讲起 因为我讲过嘛 我说大盘要止跌 前段期间我们预测的点位 还算不错啦 因为我讲 毕竟我们的航运股 它是占权重的 所以我们认为说 只要航运股出现一些止跌的迹象 我们不求它大涨 只要它能够止跌 大盘的止稳 就是有效的 所以前段期间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甚至是你操作股票 你能不能展开大反攻 就从这个地方看起 那后面的行情 也跟我们的规划差不多嘛 因为我们有讲 我说毕竟人家航运三雄 是占权重的 在第15名 27跟28名 它会影响2%左右的大盘 那航运股止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找寻一些个股 去进行交易 那当然其实今天 有发生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 因为结果还没有出来嘛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说 送医的情况是如何 这个地方我们也只能 大家一起帮他集气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以中长线的格局来看 其实我们认为 它终究是一个短线 那当然短线的部分 因为平常我们有在 操作股票之外呢 我们有操作期货 期货的部分 我们今天也是 找到一个机会点 反而是大方向 我要先跟你讲 因为这段期间 我有跟你说过嘛 全球市场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快速的做一个修正 甚至你要说空头市场 其实都可以 主要就是因为 从美国开始开第一枪 认为通货膨胀太严重 那从头到尾 通货膨胀 只是为了压抑一个东西 不是压抑所有的物价 是为了要去压抑油价 那我说我们 看见的一个曙光 就是第一个 我们从7月的油价 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它已经比6月的油价的平均值 还要来的低了 就这一个指数 投资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 后面去推敲 说联准会到底 后面会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未来的升息 到底是以吉码的态势 这个我想投资人 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推敲 那既然油价已经有所下滑 表示什么 通货膨胀有所减缓 这是我们跟你讲的曙光嘛 不是因为说哪个政治人物 现在或哪位首相 出了什么事情而造成盘式 中长线的大变化 这个倒不会 而是你从国际原物料商品 你可以看到的大方向 在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我们加权指数的大方向 投资人你先清楚了之后 你再来选股嘛 我们就进入到选股的部分 那像今天我们的期货的部分 稍微有一点点 你可以说是发灾难财 那我们也不是没有 我们也不是非常鼓励因为在这个地方大肆宣扬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太好 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今天也是趁盘式拉回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找了一个多方进场的点位 这个你看我的解盘节目 我们也有讲到 你看那个时候我们讲 期货的时候还讲的比较清楚 所以期货的部分我们也带过 我们是要用期货的部分 去跟投资人验证一件事情 大盘在这个地方是具有支撑效果的 那这些政治的事件 其实影响的就是短线 期货的部分是为了要跟投资人实证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 今天我们没有讲到的这一档股票 叫做3596的致意 首先投资人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 看我的节目 你可以顺便打开一下你的看盘软体 还记不记得致意 上一次我认为出现一个绝佳买点的时机点 在什么时候 其实是在今年的5月 我们先来看 如果你翻开它的财报 它有一个月的营收 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那一个月叫做4月 4月的营收是在5月公布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5月的现行长什么样子 当初5月6号 其实这一根跳空 它不是除息 它就是硬生生的一个跳空 那那天的跳空 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事情 因为原本这档股票 是相当稳健的股票 如果你看它现在的营收 因为右边是和过去的 同个月的比较 货值不会突然 快 实证 这档股票是相当稳健的一档股票 你会发现十几% 十几% 年增是慢慢的增加 只有一个月出现了问题 就是4月 是-18% 然后如果你看月增 也就是说4月它的营收 和3月的比较 也是快速的衰退 过去它都是有增有减 变化没有很大 但是4月这个月 变化特别大 -26% 原因只有一件事情 叫做因为那一个月 中国正在封城 但是我却在这个地方跟你讲 如果投资人有兴趣 你可以去看我5月6号 那天的解盘节目 我确实 我确实在这个地方跟你讲 我说其实这个点位 它反而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点 那后来的行情如我们所料 那这档股票我想投资人你的操作步调 你也不要看着说 哇这档股票有可能会短期倍增 翻倍 因为它也不是腰股 你就做一个区间 每当有什么事件发生的时候 比如说5月6号 投资人其实你也很清楚 封城这件事情会不会天天封 不会对不对 它就是那一两个月 后面甚至反而走向解封之路 所以他公开说 他封城的那一月的营收 4月表现得很差 造成5月大跳水的时候 投资人你反而要逆向思考 这才是操作的精髓 这是一个事件 所以你在5月6号的时候 107块钱 你是应该要站在买方 你要做买进的动作 你要获利多少 你在区间的上缘这个地方 做一个了结 来回其实也有将近20%的空间 我认为其实很不错 所以我们先提醒投资人 先带你回顾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因为封城营收衰退 但是那终究只是短期的事件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把志意讲完 然后7月7号也就是昨天 为什么我们会带会员进场布局 这一档股票 那这一个跳空基本上 他就是除全息的 所以投资人你必须要还原全息 这一根大跳水 只是因为受到盘式的影响 甚至是因为除全息的影响 甚至他这两个交易日 很快的就做一个填息的动作 那就好像复制我们5月6号 107块钱的买点一样 每当来到区间的下缘 你在这个地方106块107块 以这档股票的价值来讲是非常的超值 所以你仍然要站在买方 那我们昨天一买 你看到今天也是一根红 可以今天上涨约7% 表现的也还算不错 这个我们就是搭配我们的节目 跟你的完整交代 为什么我们会买进志意这档股票 又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点的原因 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独门操作法 你可以搭配一下我们的AD进出货线 这个平常在我的节目也有提到这个指标 它统计的是大户目前为止 现在是呈现进货的状态 还是出货的状态 结果你发现当我们5月6号买进的时候 那一天那段期间 AD进出货线是呈现缓步上升 就表示大户跟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也是买进 他也正在吃货 所以你可以续报等到来到区间的上缘 这段期间其实也是一样嘛 7月7号买进 结果你发现AD进出货线这两天 也是呈现上扬的 就表示这段期间 我们又跟着主力做同样的动作 你买股票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赚钱的 这个部分就是补充我们今天节目 没有讲完致意这张股票 那我们交代完了 如果投资人有兴趣要参加我们的散户特工队 希望老师可以带你 我们这边都有电话 或者是你可以扫描QR Code 我们里面都有小帮手来帮助你们 今天的补充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集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